我是王燕婷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现在的指数是下跌大概60点 不过现在从低档又开始有买盘 开始向上勾起了 好 早上看到的最大重点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要除息 那一开盘就秒填息 不过秒填息这样的一个气势跟强势度 似乎还是没能够支撑台股的表现 那当然最近在台积电的这个消息面上面非常的多 从先前有外资说 可能会遇到苹果的砍单压力 到后来动作出来澄清 不用担心他们的营运 他们的营运上面没有问题 间接的就打脸了外资的砍单说法 那让台积电在昨天是有回神上上 今天早上秒填息 不过还是有一些日系外资在看待的 这个台积电未来的营运上面 目前看待的是短季不淡 重申目标价 这个平等上面给予持有 目标价是从410元调升到488块钱 这样的一个外资平等报告 还是没能够支撑住台积电 走势还是比较观望 目前下跌1块钱 报价在509元 好 整体的电子股今天 在气势上面也稍显减弱 虽然电子成交比重 大家还是的往电子的族群来挤 目前电子资金成交比重 维持在7成4 但是在这个表现上面 大型全职股由台积电领跌之下 让其他的电子股今天也都是纷纷 股价拉回休息的状态 比方上是伟创 像是震威国具 在被动元件今天也都是纷纷拉回 不只是国具而已 再者看到像莱德 像英叶达 还有在宏基 广达 广宝科系统 以及大力光 红准 宏达 电联强 可成 中华电 都是今天早上比较 拖累大盘表现的一个方向 好 再者是这几天非常 应该说最近 最近非常强劲活泼的族群 面板双虎像友达跟群创 好 今天在友达群创的部分 走势也稍是比较震荡 目前群创跟友达 维持在红盘之上 彩晶的部分则是在盘下震荡当中 最近在内外资对友达群创 也呈现比较不同调的状况 好 看到群创最近在是 投信是比较偏加码一方 不过外资则是呈现连两天的卖出 投信是连13卖 友达的部分呢 友达呢 昨天是看到 外资有加码 倒是见到投信是连续两天 站在卖方 好 再来就是在航运类股 这些涨价题材 今天有些比较强劲 原本很强的这个杨明啦 昨天还有在创高 但今天也都是比较休息的走势 再者看到的是长龙 长龙也在今天开小高盘之后 震荡瞎回走跌 下跌0.2块钱 报价在29.45元 好 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这个个股族群 但今天可能就是稍事跟着大盘比较压回的状况 但是大盘虽然这个盘中比较观望 但还是有很多的族群表现是非常飘悍 比如IC设计个股 IC设计族群其中又特别点到了 像是快充IC还是持续强横强 从天狱带起 整个快充IC包含伟权店 今天跟着接棒上来 由伟权店做领军工涨停 再者IC设计股当中 亚信伟权店都锁在涨停 华逊 灵态 点序 上涨幅度8% 威胜预创 声达科技 利基 以及盐通 好IC设计族群 相对其他个股来说 都是相对强劲友善 而且是几乎红通通一片 好 刚也讲到了快充IC 就由天狱带起 那天狱除了带起快充IC设计族群之外 也带起了整个洪家军的气势 由天狱打响了这一炮 今天看到广雨 看到台通都持续有在走强 比大盘来的强劲 涨幅还有维持半根停板之上 亚太电 星浦也维持1.9%的幅度 华瀚 金顶 有微科 融创 以及真顶 大家也都是相对比较票汉的一个方向 好 在宏家军集团今天比较亮丽 当然是由这个天狱所带起 再者看到今天很强劲的野局 聚集在比特币概念股 因为国际上面的比特币价格 又开始在飙涨 比特币价格往上突破了2万美元大关 再上上冲 冲过了2万1000美元 是首度突破 有这个国际的资金大户在追捧 比特币今年的涨幅超过一倍以上 超过170% 而比特币价格又在往上冲之下 就带动了我们台股相关的概念股 比特币像是青云 像是印太 汉逊 利台 通通今天兜工涨停 而且到目前11点钟 还紧紧锁在涨停板的位置 再者看到威盛涨幅也有8% 维新 创意 技嘉 华裔以及华琴 好 这些都是今天比较亮丽的个股 传产股当中呢 今天比较集中在 生技医劳族群以及营建类股 好 先上生技医劳族群 有多档个股开始有带来一些好消息 带动了族群性有开始跌升反弹的 包含像玉星科 金影生技 乔山 浩鼎 以及金宇 康乐 泰福 宝瑞药业 顺耀 以及再合一 好 再者看到营建类股当中 香菱今天非常强劲 工涨停板到现在也是紧紧锁住 在18.95块钱 顶固也是锁在30点基元 荣邦森宝达兴工上涨幅度0.8%以上 龙大 润洪 红井 黄埔 这些都是津贴比较强劲的方向 目前买单有在敲进的看到 PCB族群的井硕开始动起来咯 早上开始看起来是比较震荡 黏在平盘咯 但是刚刚有买单敲进又瞬间有向上抬头 目前还是在平盘震荡 再来看到的是记忆体族群旺宏 旺宏也向上抬头 来到津贴相对高档附近 上涨0.7块钱 报价在41.15元 好 目前还是看到在相关的半导体 未来的前景 不管是外资也好 或是机构法人也好 都是相当看望半导体 未来的一个产业前景 产能爆棚之下 晶圆代工是不是 接下来涨完了 要轮到低润是下一棒呢 今天在低润族群 也是相对比大盘来的强劲方向 还有哪些个股 今天也是非常强劲 是有站稳所有均线的 帮大家来做一个统整 包含像是核勤控 亚信 刚刚有讲到的比特币概念股 清云 印太 还有点到的伪权店 在这个快充IC设计个股 银件链股当中 相邻也是站稳所有均线的方向 建顺店 力振 精英 以及在华训 城汽 力基 广宇 台通 敦泰 站稳所有均线 不乏都集中在IC设计股 比特币都是今天相对比较强劲的 同家的部分股价现在急拉亮灯 涨停板咯 这档个股也是在快充IC相关的这个类别 最近在快充IC还是持续强很强 热度丝毫没有减退 盘中现在买盘有敲劲的是同家 向上急功一度亮灯涨停板 好 再来有一些个股虽然今天表现上面比较疲弱 但是筹码面上面是不是还是有维持它的强劲热度呢 今天股价虽然走跌 但是昨天法人有买的是不是其实还有后续再攻的机会呢 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博智打到跌平板 但是昨天法人有买 普瑞智邦网品美食下跌幅度4% 奇力星威智ABC红色中美金 信昌电光耀核大蜜望石国具 好 今天在被动元件族群相对比较疲弱 但是法人在昨天还是持续有在做加码 今天稍坐休息是不是能够期待明天过后的行情再反攻呢 买单超进的再回头来看面板双虎 友达现在又开始向上点火了 有买单超进之下让这个涨幅的幅度推高 扩大到1% 买单超进除了友达之外还有哪些个股方向 包含刚刚点到的通家 玉创 迅捷 飞红 PA族群的全新 凯美 陈美才 群创 金像店以及友达 11.09分买单进驻的个股 威刚 连电以及在定影的方向 好 族群讨论的焦点我们要回头来看 在个股当中我们刚刚也扫描了很多 大盘虽然压在盘下今天拉回震荡 但是有很多的族群依旧还是有维持它强势的热度 那能够维持它强势的热度 是不是就能够显见它的体质呢 那我们就从这些比大盘强劲的方向来帮大家找 那当然不是只是股价比大盘来的强劲 我们同步也要搭配基本面的 是不是能够聚焦比方向是IC设计股的利基呢 利基有公告前几天有掌握到他们的11月份财报 纯益是年增4.7倍 每股赚1.64元 今天傻带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利多又有外资买 是不是也是看准了 它的营收财报这么的亮丽 未来的前景 所以外资最近站在买方 连续5天买超买进了2957张 有基本面又有外资法人的力挺之下 让利基今天股价不止比大盘来的强劲 而且是带量再往上推高 再冲波段高点 涨幅目前有6.7% 好这档是先前大家比较担心华为的概念股 那大家也都知道 华为不断的受到美国的制裁围堵之下 在今年的9月份开始又有新一棒的禁令 是大家真的通通都不能供货给华为 当时大家就在担心 这华为概念股相关的营运 未来是不是真的可能会受到冲击跟影响 好那现在掌握到11月份的纯益年增4.7倍 这样亮丽的一个财报表现 是不是显见出来 供应链已经摆脱华为的问题呢 请教到的是万宝投顾黄清照副总 副总你好 武安 好 燕田 谢谢投资委员大家好 立即11月份美股能够赚1.64元 是不是表示他们已经找到 没有华为的营运契机和方向呢 那其他的华为供应链 能不能也一同帮我们扫一扫呢 对 那今天我先解盘一大大盘 我认为今天跌 刚才跌93点 那跌到这个地方已经满足了 那等一下如果再回来震荡两次 那可能是台积电本利比较高啦 或者是一个 供给机这个地方本利比较高 你这个地方在震荡 那各位投资朋友你要注意 我跟你讲说 昨天跟你讲说 南韩这一波涨93% 我们只涨69.3% 我们落后他们怎么样 相信有24% 为什么呢 因为南韩的本利比很低 所以他们这一波就是在反映怎么样 低本利比股票 所以这个愿景讲到立即 所谓华为概念股 我跟你讲 有跟你讲IC设计股 大家都讲到怎么样 立即跟联永 那这两档股票我们看一下 比较不受影响 立即我们今年估计 今年EPS整年度13.5元 13.5元 那目前股价涨到398 那我认为另一档股票 也是华为概念股 结果它显现的业绩非常好 联永 EPS多少呢 今年18块半到19块 所以你注意哦 立即是大概在13块半 那13块半涨到395.5 这个地方 属于一个怎样震荡走高 但是联永 EPS高达怎么样 18块半到19块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我过去跟同学讲过 都是看好的 外资投心也在卖 那这一档股票因为股本比较大就大 跟立即比较起来比较大一点 所以它怎么样 属于一个震荡走高的一个格局 那再来华为概念股 另外两档股票 就是封测股 新年店 那跟这个细格 但是细格没有受影响 没有受影响 它整个的一个 十月份以前的营收 连四个月营收创本业新高 那十月营收怎么样 历史次高 你注意一下 所以细格本利比大概值得多少 目前涨到45.35 本利比大概11倍 所以你注意一下 细格你注意一下 今天我认为你可以低阶 低阶不要去追高 明天应该会上杂 为什么呢 导播放一个外资 头绪外资一直在买 那你看一下 KD指标处在低档的 上一次KD指标 你看一下 在11月初 有没有 KD指标到达低档交叉 就从37.25涨到40涨 涨了10块钱 那我认为 这一档股票 你要注意 那我跟你交代说 等一下会再拉回了什么股票 你自己去逼开就可以了 你自己逼开 好 那今天PCB的一个新星 我们定位在怎么样 短打或者当冲 因为前三季EPS2.34 11月营收72.48 比10月的营收79.36下降 2.34股价 前三季EPS2.34股价在88.6 所以这个当中 那你今天我给你建议 昨天我跟你讲过了 有两档股票 你要注意 滑通跟真顶 那真顶你注意一下 今天再做一个洗盘 那你看一下KD指标到达低档了 那外资大买 真顶外资大买 那滑通你看一下 KD指标处于一个低档 而且滑通的EPS 我早就给你们讲过了 比 比新星的业绩来得好 股价只有怎么样 44.7 那新星 所以定位怎么样 新星在短打 那滑通你注意一下 KD指标 到达低档 所以这种低本义比的股票 KD指标到达低档 你就不用怕 你就不用怕 这一个现象 那再来注意一下 今天我觉得 今天被动元件最精彩 我昨天就跟你讲过了 今天被动元件 跟汽车林组件 矽金元会再回马梯 回马梯 那我认为 注意哦 华兴科国际 你等他中场再做一个震荡 我跟你讲 有可能 我跟你讲 你注意看 是否会欢呼 国际华兴科 是否会欢呼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胆的判断 今天国际华兴科 又是属于一个压低进货的一个现象 就像什么时候呢 华兴科 你注意一下 当时在11月25号 那天黑棒 我跟你讲说 那天是属于一个压低进货 10月25号 从10月26号 就一直在涨 你注意哦 你注意 你现在不要急哦 再洗回来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今天可能是压低进货的一个说法呢 你注意看一下 国际 你看一下 他今天成交都在哪里 成交价都在489 483 483到474 所以今天主力很厉害 他给你压低下来 让散布去追杀483 跟475 你们都杀在那个低点了 所以中场 你注意哦 在洗盘 我认为这两档股票 有可能翻红 那华兴科 主力怎么样 他今天怎么样 把你压低下来 骗你怎么样 卖在223 到220 你看一下 223以下成交最大量 那个地方就怎么样 你们被他骗出来 那我跟你讲说 国际的EPS 你注意一下 比亚德克来得高 亚德克股价883 国际股价483 华兴科的业绩比怎么样 比上瘾来得好很多 上瘾股价383 华兴科的股价225 所以今天注意哦 中场 中场 等到12点半到12点40 可能 你注意一下 华兴科 国际 还有这个心情 心情今天跌到这个地方 这个价位 跟下去的三档 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今天汽车领组件 你注意一下 我一锅 你注意一下 茂莲跟以上可能会 大拉尾盘 你注意一下 茂莲你注意一下 导播 你放一个外资 昨天 你看一下 外资出现 终于开始大买了 1539张 KD 你再放一个KD KD打WD 打WD 所以这一次 我认为 茂莲戳不了的 茂莲这一波就是怎么样 要怎么样 开始上工了 茂莲茂莲的是一个 特斯拉最好的业绩 好 再来一档股票怎么样 以上 你看一下 以上 5243 5243 你放一下 你看一下外资怎么买法 外资最近六天 越买越多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一种怎么样 是真正有业绩的特斯拉概念股 那KD指标也怎么样 也处在低档 所以各位投资的 那中美金 一样 这个价位下去 大概在四档 那个附近 可能怎么样 洗盘 所以各位投资 你只要选择 低本益比的股票 你都不用怕 我们整体的本益比 24倍 那你选本益比怎么样 第17倍以下 你怕什么 我给你几例子 今天 全新 全三季 EPS只有2.009 全年EPS 2.8 2.8人家 撑在110块 今天还上涨 3块半 2455 那你怕什么 2.8的EPS 撑在110块 那你怎么样 你细格 今年EPS4块1 股价怎么样 45点色 华冬 今年EPS4块2 4块3 股价只有44 4.7 真顶今年EPS 9块半到10块 股价只有1 2 1 这个附近 所以你怕什么 所以注意哦 今天会最精彩的股票 我认为是被动原件 因为被动原件 华新科国际今天压低进货的姿态很明显 那是看你会不会看板 就像那一天 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华新科跟你们讲说怎么样 这个不是马后炮哦 我当时跟你讲说11月20号那一天 长黑 那个就是压低进货 结果怎么样 从那 好 再来我跟你讲说什么 护生的事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这一波护生你要布局 护生的事 有大钱可赚 所以各位同学 我认为今天跌 最深跌80点到100点 跌100点 跌的我跟你交代 那些股票 各位同学 你自己小心小心就好 那其他低本一别 各位同学朋友 我不是安慰你们 是真的 以我的专业判断 低本一别 各位 不用怕 那如果是震荡 压低再怎么样 指示荡怎么样 压缩的更好 譬如说我跟你讲说 细阁 压缩的更好 那华通呢 真顶呢 一样啊 所以今天被动原件 你要注意看哦 今天被动原件 先拉什么 立敦 还有那个怎么样 立敦 还有凯美 还有怎么样 6204的爱华 还有3236的迁如 你看看 这四季生气了 所以华兴科国际 最中货场 是不是 有可能 今天又是一个压低进货 跟同学们报告到这里 谢谢